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酗酒打仗 跟自个儿女脑分手 绯闻也传出来了 而且媒体都不再见她 她不是个好人 甚至她参加广告代言 她刚一上场 媒体围着 底下的观众启生一片 自个儿在大街上走 可能碰着一个歌迷指她鼻子骂着你的混蛋 有一阵张学友就是这么过来着 那么其实这样一段时光 张学友经常自己回顾 就是当年资格时 那个形象很糟糕 甚至有一次参加一个好朋友婚礼 这个张学友那时候酗酒 在参加婚礼之前就差不多了 到婚礼上得接着喝 就喝多了 喝多了你看小哥们儿不闹洞房吗 但是新婚三天无大小 随便闹 但是你闹一会儿 人家新郎新娘要休息了 你这些朋友就得从房里出来 张学友不出来 喝多了赖着不走 当然赖着不走也不是说是那种 就乱七八糟 而是拉着新郎的时候 哎呀哥呀你结婚真好 我也羡慕你 你看你老婆都 最多就是这个 可是侯友同媒体怎么报道呢 张学友酗酒闹 殴打新郎调戏新娘 你看他这个形象在当时说明 在记者心目当中 张学友这形象也糟糕到顶点 以至于后来他拍个电影 望角卡文是调侃 讲他在他弟弟的婚礼上 喝多了 老不死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什么 哼 我说你这个老不死 没有鱼吃给你吃 没有鲍鱼给你吃 只不过没有鲍鱼你就逼歪 照我的意思 你只配吃条乌锅鱼 要不是你女婿说你喜欢吃鲍鱼 我会给你吃 早知是个土豹子 我请你吃鲍鱼 我恰里想赛 那么说张学友既然有这样的时光 他跟我们今天看到张学友这种好男人的模范丈夫低歌神这个形象完全不一样 那么说张学友是怎么样从这个地当中走出来的呢 这首先得感谢张学友现在的太太罗美威 那么张学友有那么一段时光 其实跟他经历直接相关 张学友他父亲是个海员 就水手 这个水手啊 历来在文学作品里头和在生活当中有些地方是一致的 就水手嘛 常年在外 人单身很寂寞 经常上一些夜总会 张学友他爸爸也是如此 常年在海上漂泊 回来之后就到夜总会花天酒地挥霍自己的血汗前 所以从小张学友并没有从他那儿得到多少父爱 张学友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不少 他这哥哥整天沉勉于赌博 天天吵 哥俩关系也不怎么样 所以张学友小的时候呢 也有点眼上些不三不四的习气 拉帮接活打架啊 有时候喝个酒什么 甚至跟自个儿唐兄打仗 有一次唐兄跟他动手急来 一刀下来 把他脸上披了一道疤 现在我们看是一道疤 当年好大口子 长一点 张学友就成杜尔龙了 咱们今天你看张学友脸上 当然他不慌的说都有一道刀疤 那就是他唐兄给他留下来 他母亲整天打牌打麻将 也不是个过日的好手 领了张学友赶紧到医院 包扎去 结果碰成个二五眼大夫 疯的时候忘打麻药 把张学友疼了 所以那时候张学友遭了不少罪 一成绩也差 中学毕业以后呢 稀里糊涂的先找份是吧 就到了香港贸易局啊 当文员助理 听见这文员党次就够低了 文员助理还是 但是那时候呢 志向不小 他小时候他就发现自个儿歌唱得不错 所以一边工作呢 一边琢磨唱歌这事 后来在这个一九八年的时候呢 张学友凭借着一首大地恩情 这首歌 一个这个业余歌手的演唱会上呢 获得第一名 我身于温游玩 那名是游玩 人意天地中 是流矮千万 哦我 扶笑你困 当日亦分 那么得到第一名之后呢 张学友自己的演艺史呢 一下就打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那么说来也巧 他在唱这个时候呢 得第一名的歌 台底下有位观众 就是他后来的老婆罗美 罗美当时看了之后觉得 哎 这小子歌唱得不错 也没有就说太拿当回事 哎 听完了他这歌就回去了 但没想到的是呢 这个事之后 张学友呢 出了第一张唱片 一下呢卖了二十万张 当时是哪个公司有推广的 保利金唱片公司给做推广 那么保利金给他推广呢 各个方面力度非常大 张学友卖了二十万张 然后出了名后呢 香港娱乐圈就这么大点地 唱而优则演 就开始进军电视剧行的 拍的头一个片子 吃心的我 这里边他跟罗美威就合作 他一定猜不到十七岁的我 里面已经是这个样子 我只给你一个人看 要把眼睛张大一点哦 那么那时候电影呢 他俩男女主角 一下子就出了爱的火花 那说到这儿 咱得说罗美威怎么回事 罗美威当年呢 比张学友小三岁 张学友那时候二十五 罗美威二十五 罗美威那时候在香港娱乐圈 小有名气 跟李立真陈嘉玲呢 组成了一个开心少女组 这么个组合 就有点类似现在SHE 那么当时在香港娱乐圈呢 还认为罗美威 李立真陈嘉玲 跟林青霞 张曼玉 什么王祖贤 并成是非常有前途的演员 有开拓意义的演员 说当时他们潜力非常大 那么那时候电影呢 俩男女主角 典型的郎才女貌 一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两个人当时好得如胶似起 那热恋嘛 那基本上年轻男女都这样 可这个时候 双方的公司不干了 说你俩恋爱归恋爱 我们也管不了 这一星啊 你们的人权 但是呢 可有一样 不能公开 为什么不能公开 咱不少朋友都知道 成龙跟林凡的爱情 隐瞒了多少年 刘德华的爱情隐瞒了 为什么要瞒着呢 后来成龙公布 跟林凡娇 已经婚了 也有方总明这孩子了 日本有个成龙女粉丝 卧鬼自杀 到这程度 所以这个经济公司也说 你们要公布这个 事业打击很大 可是张学远不管的 爱情都冲昏头脑 你说我这能力这么大 我在乎那个 我马上我弄个专辑 你看能卖多少张 结果他肆无忌惮 第二个专辑 叫月瓣卖 拍这个MV的时候 把罗文败过来 两人一块拍这个 海边支个帐篷 在里头清清窝 都拍到MV里面 拍这个MV的时候 等于向外界公布这个 说白了那时候 张学友少年者 都狂妄到一定程度 那么但是 他第二张专辑卖的也不错 也卖了二张 张学友更狂 意思是 你公司的人说的 胡说八道 你们不屑一顾 弄得这个上层公司 保留一些人对得很恼火 认为这孩子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一时遭受打击的是罗美威 因为那边 你这有个开心女组组合 开心少女 大伙儿琢磨 这少女是自由自在 可能爱上你 也可能爱上她 一看怎么着 这开心 跟这个张学友好上来 这不是少女了 快变少妇了 真话有主了 所以好多人 对他们的关注度下降 那么接下来 张学友也进入了一个地步 因为我们知道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香港乐坛是弹章争霸的阶段 就正是谭永林 跟张国荣的歌迷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而这俩人越争 越吸引更多的歌迷家 咱们有时候你看 两家码码码码 同一个码码竞争 争来争去 你发现他俩都没受啥损伤 把他同行给击垮了 那么那个时候 弹章争霸 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俩争 结果把其他歌手的歌迷都卷在这个漩涡当中 所以一下子 张学友的第五张唱片 销量有二十万张 下降万张 这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而同时由于张学友的 狂自负 脾气暴躁 目中无人 也得罪了保育金公司的职员 我们手里都有别的歌手 在乎你 也不给他使劲推广 所以那时候张学友的事业 一下子就跌入个低谷 而这时候服务双制 张学友不是家里困的吗 那时候 他还在梦 上过几天班 他就觉得 这个自个儿啊 在理财方面有天分 所以说当时呢 出唱片挣了点 干嘛呢 我拿这钱搞投资 可是他那时候会 这个投资理财这些事 亏了个一塌糊涂 所以的时候张学友为了还账 为了摆脱经济上的这种困境 接了不少烂带人眼 我们经常看不少张学友 那时候一些破带人里边 其实把他那个惨境啊 都表现得淋漓 你这什么意思 推车给女娃是花钱买的 金钱是小 人子是大 我倡议的名气虽然不够想 好歹有人认识我 推着他到处跑 叫别人看到 我还怎么换呢 走开 现在叫你做生意 跟出来混有什么关系 我实在不喜欢卖鱼丸嘛 你不喜欢卖鱼丸 喜欢卖什么 不行 武的不行 成天就想出来混 早说了你不是这块料 我不是这块料 我只适合卖鱼丸 即使这样 张学友事业低谷 不可救药的来临了 那么这个事业低谷到来的时候 是张学友这个叛逆性格的 而且自尊心特强的歌手 受不了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他跟罗美威之间感情是出现很大的厉害 那时候用什么排遣自己呢 续酒 喝 借酒交 这个酒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高兴了也喝 难受是喝的 张学友当时喝酒喝到什么城 昏天黑 香港又很有名的夜店 叫兰桂坊 就是天天晚上泡在那 有的歌迷看不下眼 张学友喝了出来 有歌迷拦住他说 你这真多心 你歌唱那么好 你这现在这样 结果张学友当时狗咬吕东 不是好人心 以为这歌迷侮辱他 抬手啪就一拳 打人歌迷小肚子 给他打的都起不来了 这事香港娱乐圈能放过吗 又是一通炒作 结果张学友这名气 一点一点一点 名声越来越糟糕 这时候宝京唱片公司一看 都不能这么不可救傲下去 公司的高层就说 你来来咱们谈谈吧 张学友电话里也打上去 结果推开这个高管 这高管一看他 张学友拿着个酒瓶子进来 还喝 刚才来你坐着坐坐 张学友不吱声 喝口坐在那 这公司告诉我 你这年轻人 你怎么怎么样 如何如何 还没等说完呢 就见张学友要打嗝 喝酒喷出来 喷着高管一脸 你昨天真不易 喂 打牌 你动我 所以当时张学友各个方面 都掉入了人生地上 而且当时 由于媒体的炒作 他甚至跟一些好朋友 中判亲礼 那时有那么一次 门艳芳过生日 家里开生日party 请这些圈里朋友 你什么张学友也来了 曾志伟也来了 咱们都年轻人 开生日party 有一个固定的项目 蛋糕上来了 切蛋糕 吃蛋糕 吹蜡烛 之后呢 蛋糕上不用奶油 砸蛋糕玩 往你脸上 往你身上抹呀什么的 玩这个 香港那也玩这个 说砸蛋糕 张学友倒不是多积极 只是呢 抓了一块呢 搁手 在北岸方的脸上 这么抹了一刀 这么点事 这个有些狗仔队 吵得很不向往 说什么 说那天呢 张学友跟北岸 是穿着羽衣去的 防备别人砸他 他把大哥人家 你这等于就用北京话说 玩的不局气 这不仗义 本来这是个小事 都不值一提 结果经狗仔队一炒作 这又是个挺大事 就说张学友当时一败水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事给张学友 当时弄得特别 后来是 曾经拍过一个片子 叫最佳女婿 导演还拿着事调侃 也是说这个张学友 拿蛋糕 砸这个周星驰 这帮人 当时张学友就显得特别的尴尬 在媒体报道了 美眼方生日夜 张学友 杂蛋捣乱的新闻后 当时张学友 一下变成了香港人眼中的 不良青年 但是令人没笑的是 紧隔一年 张学友突然还爆出了 罗美威分手的消息 最可能那种情况 就是张学友 自去 也不拿身边人当回事 罗美威感到很伤心 劝不过来 就暂时分开一段 后来由于两个人 没有出现 硬性的爱情裂痕 假如罗美威 挑张学友绯闻这个事 恐怕两人 不能那么快复合 两个人也就分开了一周多 迅速又走到一块 这个罗美威 对于扶贫张学友 心灵创伤起的特别重要 你看后来张学友 写了一首歌 在一路上有你 是写给罗美威 你知道吗 爱你并不容易 还需要很多勇气 时间一半 好多话说不出情 就是怕被护的不起 相信吗 这一身一剑影 世上每次我欠一敌 是天意 让我爱上你 才有让你与我而去 那么那个时候 罗美威的贡献非常 他放弃了自己 演艺圈的一切事业 专心走到幕后 一旁边照料好张学友 另外一方面 成立歌给张学友理财 你看罗美威演戏一般 但是理财比张学友多了 挣不少钱 同时他还把张学友 所有的经济业都管过来 让张学友心无旁骛的 投入到这种演唱事业 而在罗美威的这种 细心照料之下 张学友迅速追复了信心 那么这个时候 也赶上好时候了 这谈张 谭永林宣布退出评奖 张国荣也对外说 我们不玩了 到九十年代初 张国荣主要转到眼带下 谭永林也基本上 不再歌谈一线了 张学友 非常超一流的唱功 展示出来 我们说的那个是四大天王 你听听刘德华的 你听听黎明的 郭富城的 不是跑调就舞蹈出身 再不就救回眼带上 唱功根本无法 跟张学友相提明论 所以张学友在那种下 一下子就出零八岁了 所以九一年的时候 张学友凭借文笔 一下子重新夺回了 香港老大的位置 所以说今天我们能看到张学友 有如此辉煌的唱意 跟罗门威是分不开的 他则是精无名的矮大男 他却是家喻户晓的苗穗花 张家辉 关永和 这对香港眼睛激荡 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天造的一对 在最初相恋时 两人的境况却是天然别 是什么让当年的矮打男 便重新了影帝 关永和 有何嫁给你和自己地位寻出的男人 明天老梁时会将为你讲述 梁岁花为何嫁给矮打男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用汤冷电动车 贯注播出的 我们下期节目